今天要講什麼 氣溫都破40的 怎麼沒有這種妹來 真的 所以我們今天要請的是 破40的妹 不是 因為現場 年紀破40的妹 男女要換少這種 溫度啦 溫度啦 對 但是我們今天請到這幾位 我跟你講 他們 看到他們 就無消暑 來 歡迎第四位美女 妮妮 第一上班就對了嘛 這個消暑了 好 大家好 我是李妮 那身高170 體重是55公斤 然後寵女座 OK 請問李妮 這一張 那其實是詠衣 對啊 可是這個材質 龍褲耶 天啊 那感覺 對 我跟你講 這種最性感 妳轉過來 可是我有那個賽 日照 就是那個 就是賽 晒痕在性感啊 真的嗎 確實耶 性感的X曲線 對 所以妳是在 妳是在 沙灘賣冰的 不是 因為這個 它膚色跟一號和平衡 對 我們都 差不多喔 差不多 都在海邊啦 我跟你講 現在真的女生 這樣子 健肌 好看 真的好看 有黑的肌膚 搞了半天 你到底是 對啊 你到底是做什麼 還是你其實是他朋友 不是 以為人家嚇得 因為我是他朋友 不是 我是 我是自由潛水的 新科教練 三胎 對 三胎 但是目前是 就是助教啦 我們來看看他的照片 來 對啊 就是也有興趣在玩 就是看得到嗎 是不是拿反了 對 是這樣的 那是莫寶 菲律賓莫寶的沙丁與風暴 就是滿多次前 一定會去的一個那個聖地 沙丁與風暴 這好像假的喔 你看這個密密麻麻的 是真的 對 它下去很壯觀 我知道 你有去看過 我覺得好像看過會水費 對 就是大部分之前一定會去的 然後台灣也很漂亮 這個都反了 又反了 來 台灣再來就是小琉球 大家一定會去 就是海龜島 就是小琉球的 對 我們有說小琉球的海龜 比路上的野狗多 就是你隨便看 都看得到海龜 真的 小琉球的海龜非常多 而且能見度超好 晚上要上 晚上要上去吃麵 走上來 這麼多人 沒有 跟人一樣 沒有那麼多啦 對 然後再來這個是 這完全展現身體的曲線 這張小琉球就是 近期被滿多那個 就是雜誌 或者是小編會借來分享 它是台灣澎湖 就是澎湖那邊 它會有很多什麼 南方四島 我們用傳遣的方式 然後可以去看薰衣草森林 它是整片都是 好漂亮 這個顏色 對 很美 它不是薰衣草 它不是 它是珊瑚 紫色的珊瑚 紫色的海底的 對 有哪一個種類的薰衣草 是長在海底 不是 我就說它有幾嗎 薰衣草 對不起 薰衣草 其實要現場看更漂亮 反正你現在只要去機場 洪湖的馬公機場 然後它就會介紹一流 一連串 對 北方四島的所有東西 對 南方四島那邊 就用船錢的就超棒 好美 這十個超漂亮的 對 而且它深度沒有很深 就是初學者都很深 真的 我知道 作為是搭配它這樣子 謝謝 謝謝 整個就是一個很美的畫面 所以你是 你是明星臉 她難怪已經覺得好帥喔 你看過你 有一點 因為我沒有看到 這麼活潑的李柯太太 對 李柯太太太 我們沒有看到 那麼精采的李柯太太 對 大家好 我是李柯太太 對 大家好 我是李柯太太 可是她今天過得好嗎 比較白的時候比較像 現在曬黑了 然後之前頭髮也比較長 就是會滿 紫的就很像 對 就是工作 或者是有時候出去的時候 都會被說 你是李柯太太嗎 或者是有些人會 直接被 對 或是有些人 真的喔 對 然後因為工作的時候 就是也會需要跟客人聊天 然後他們就說 不然你跟我排檔照 我要跟李柯太太拍照這樣 他們都會開玩笑這樣這樣 其實妳之前是做什麼 我晚上是做酒醋 酒醋 對 然後半天就是在跟客這樣 她做酒醋的時候 我開一首 但是妳要學李柯太太 來給我看 對 一定會有這狀態 對 有點無奈 可是就沒關係 有點無奈 有趣 有趣 對 可是就也可以 就是明星臉 對 所以妳們現在在代學的 就是自由潛水 自由潛水 對 最近這兩年很夯 這兩三年很流行自由潛水 而且很多女生就是會想要 就是拍很多像剛剛那種 隨下網美照 所以他們就會來學自由潛水 要穿比基尼 女生很愛穿比基尼 可是就是要小心 就是要著好比基尼 就是機能性一定要好 是 因為女生很愛漂亮 我們在玩之前的時候 都會穿比基尼拍照 但是就會很不小心就是 私密宿的毛露出來 或者是腰下沒有清乾淨 或者是曝光 對 李柯太太變李兩柯太太 可是我有破耶 可是之前沒有 我有翻過 就是因為我們 妳有變李兩柯太太 我們自由潛水有個動作叫 攻身下潛 我們會游游 他要頭下腳上這樣下去 對 一定有頭下腳上 可是這樣子 頭下腳上下去的時候 就會這樣潛 那個水的壓力來 對 它就會往外衝 就會整個翻 就會很害羞 以後我水的水都在這邊等 你就在下面等好了 妳跟他們相反 對 我陪妳下潛 所以女生玩之前的話 就是一定要注意妳的自己 安全措施 對 要注意措施 要注意措施 不是說別今天現在請麻煩 妳的自己注意一下 要掛 因為我們 對啊 講也會覺得不好意思 可是妳又必須要跟她說一下 妳們還是女生 對 我們有一次錄影 就是一個女生 妳知道 穿出來以後 我們就 很尷尬 但是我們男生沒辦法講 對 請問妳要怎麼開口 誰啊 誰啊 妳知道 她就沒注意到 然後我就沒辦法 趕快去找一個女 就現在找一個女 找一個女工作人員 對 還是要說 潛水是這樣 就是我們水片潛水 就是有時候 比如說上升太快 對 或者什麼 就會有些潛水伏僻什麼 那其實自由潛水 看起來好像很簡單 其實它也有一些 要注意的事情 就是下潛之前 我們一定都要就是吸飽氣 做好一個全呼吸 可是我有一次是一個潛伴 他那天熬夜達成 就身體狀況沒有很好 他熬夜達成 然後有些新手 他會很想要挑戰自己的極限 就是明明你 只能下到五米 十米 他就硬要下到二十米這種 就是太挑戰自己的極限 然後他那天就是下一個太深 上來之後他就是 我們比較專業的名詞叫LMC 就是自主控制功能喪失 他就會開始全身顫抖 然後意識比較不清 他沒有辦法控制自己的身體 就有點危險 對 你就要 這時候你就要去叫他 就是要叫他記得要呼吸 你要去叫他的名字 就是 你可以叫他回來是不是 對 回來喔 你叫他可能不有人理你 但是你就撒糕 他會說清醒...這樣 看他...起來... 呼吸... 對 你要提醒他 不然他會忘記嗎 對 因為沒有人在旁邊 他會給他指令 對 所以你如果有聽他說 呼吸...他就覺得 對 我要呼吸這樣子 那可不可以這樣 給我錢... 逃... 所以說 你看 所以為什麼自由權商在比賽 上來你要比這個 就表示說你是清醒 你是可以自主的 如果...如果你潛到很深 你上來 如果你沒有比這樣對不對 你就這個成績就不算了 對 現在是MOK 就是你一定要上來之後 現在是變這樣 看著裁判 或者是說看著你的前半 出水面說MOK 就是你要一整齊一點 MOK 以前也是很 考完約... 對 就MOK 就是要告訴他 三分鐘呼一聲 不是 OK 這個手勢 OK 你解釋 三分鐘呼一聲喔 不算 對 OK 所以說 其實我跟你講 就是尤其潛水 潛水對身體的要求 其實滿高的 當然 對 就是當你尤其是 你在呼吸道也不舒服的 千萬不要 譬如說感冒 然後那些鼻塞 對 都不要去做這些事情 然後等身體好之後再去 危險 對 就是我們以前 要去潛水的前幾天 都很害怕什麼鼻炎犯 或是感冒 那一中就完了 你就不要想好好潛水 就是有湊厭的人 是可以做這件事 可以... 可以... 你一定可以的 那現在網路上有很多影片嘛 教學的什麼 那可以直接看著那個影片學嗎 我會建議還是會要有經過 專門的上課 跟就是專業的教練去 最好就是找 對不對 對 小小的小助教而已啦 對 但希望就是未來 因為你一定要累積一些經驗 因為就跟課當助教 你才會有經驗 可以去教學生 所以還會小 不要自學 對 但是就是像很多 現在網路很發達 YouTube上面 都會分享一些 自由潛水的方式 可是我會建議你還是一定要找 就是比較專業的教練 因為這兩三年自由潛水很夯 就冒出來很多新科教練 像是這種新科教練 但他們可能沒有經過 很長時間的耕課 經驗 對 一考上他就出來教 那他可能沒有辦法完整的 把一些安全的資訊 帶給你 真的 所以教練一定要 經驗還是滿重要的 就是說 你可以先看那個影片 稍微了解一下 什麼是自由潛水 然後還是要去找一個 一定要 就是找一個教練 我跟你講 所有的東西 你真的要找教練才比較好 因為有些事情 你看了 你是沒有辦法 因為有些人你就看不懂 或者你不知道 他真正的意義是什麼 對 當教練在旁邊 你知道 你就通了 對 被點到 對 或是教練會糾正你一些姿勢 之類的 有沒有教練才很重要 比如說你很會淺 但是你不會教 那也不行的 因為你講的那個人 根本聽不懂 不不沙傘 跟著你一起下去 就會出事 就很危險 對啊 順選潛伴啦 就是要找好 跟自己差不多程度 就是跟水玩也是一樣 對啊 像作夢也是一樣 要找一個人教你 你就很快就知道 大概的方式 很危險 OK 來 謝謝 請坐 謝謝 好 中文字幕——YK